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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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準備教你們第一手的詩詞功夫 第一手的詩詞功夫 通常余師傅會選擇教比較簡單 比較容易學習的詠娥 為什麼要教詠娥? 詠娥其實 因為詠娥的作者 諾賓王其實 跟那個小朋友差不多年紀 諾賓王當他寫這首詩 詠娥這首詩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是多少歲? 你猜一下,很小的 只有7歲 為什麼 他這麼小的人 都可以作出一首詩 這首詩隔了這麼多 這麼多年 到現在都有這麼多人去學 你們想不想知道為什麼 想我們一起 試試進入 好像諾賓王這個思想的世界 裡面 究竟如何可以作出這首詩 好了,這首詩叫做 詠娥,作者叫做諾賓王 諾賓王這個小朋友 當時只有7歲 為什麼他無故寫這首詩呢? 其實呢 有一天 他好像小朋友跟著你的家長 去旅行 去到一個 有個大的水塘 大的湖裏面 走到去,他看到 前面有些動物 很新奇 究竟這些是什麼動物? 他從來沒有見過 他走近看 有三隻 原來呢 媽媽告訴他 這些動物叫做天鵝 他看到這個湖裏面 有數一下 一隻,兩隻,三隻 當時他就想 啊,不如我 把這個經驗 看到這些天鵝 不如我作一首詩吧 第一句呢 很簡單的 就是三個字 哦 哦 哦 我們一起試試 今天的功夫動作如何做 我們先站立正的人 立正的人 因為跟我們打功夫 我們還要精神地去做 所以一定要站好先的 好了 好了 好 一開始我們呢 收拳 握拳頭 收在兩個腰的旁邊 這個叫做收拳的動作 好了,第一個動作 我們慢慢摧下兩隻手 畫一個大圓圈 好了 好像呢 兩隻天鵝張開地 兩隻翼這樣搏 對了 兩隻手呢 好像十字架一樣 不要飛得太高 肩頭的水平就夠了 手指 不要蹲低 但是蹲低呢 天鵝沒什麼精神的 天鵝很精神的 天鵝很精神的 好 會把手指向上 繼續呢 我們做三下的前踢腿 前踢腿就是 分別是 右腳踢下 左腳 再到右腳 然後一起試試做 右腳 左腳 還有第一經 右腳 naturale揚 諾 flexible 諾賓王 諾很好 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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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 諾諾諾 諾諾諾諾諾 這隻天鵝 看見噩噩噩 但它看得不太清楚 所以它走前一點去看 走前一點去看 開始看得清楚一點 天鵝是什麼樣子 它看到天鵝 它從哪裡看起呢 它一邊看 看到天鵝的頭 頭小小 頸長長的 天鵝看著天空在做什麼呢 它看到天空在唱歌 所以它第二句就是形容 它看到天鵝的頭和頸 第二句就是 曲行向天剛 曲行向天剛 我們試一下動作怎麼做 打開手 完成了一隻葉 準備踢三腳 噢噢噢 好 第三步我們踏前一步 變成一個弓箭步 師父記得這個叫弓箭步 完成弓箭步之後 兩隻手向前拍合掌 收回來 收回來 旁邊看 像是一個彎彎的 好像天鵝的頸 這樣 好了 我們再把這個部分 向著斜上的方向 伸回去 這個就是曲行向天剛的動作 好了 正是做這個動作 我們示範一下 我們究竟動作 我們究竟動作和那句的詩 我們怎樣去做 曲行向天剛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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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行向天剛 好 諾彭王看到她的頭 頸部 然後她再向下看 她看到她的身 她的身是怎樣的呢 她的身是 整個身 肥嘟嘟 還有呢 是什麼顏色的 白色的 整個身都是白色的羽毛 所以呢 她看到一個個白色的羽毛 很大塊滿身白色的羽毛 的東西 浮了在哪裏呢 浮了一個綠色的湖水上面 好了 所以呢 第三句 她是怎樣去說呢 第三句就是 白毛浮綠水 白毛浮綠水 好了 至於功夫的動作方面 是一個 一個過渡的動作 我們先去剛才 向天剛的姿勢 對 向天剛 記得嗎 我們合上兩手掌 向著斜上方 好像呢 向著天空唱歌 這樣 白毛浮綠水呢 我們將這個 弓箭步 變回一個四平馬 與此同時 我們右手出一拳 好了 我們先做了一個動作 轉馬 出拳 對 再來一次 弓箭步 然後呢 轉四平馬 右手出拳 對 沒錯 沒錯 這就是 白毛浮綠水的動作 試試加上 動作 加上 C句 一起做 好了 預備 白毛浮綠水 白毛浮綠水 對了 諾斌王呢 一步一步 去觀察到 究竟天狼是怎樣 從頭 然後 看到身體 最後 你看到什麼地方呢 就是到雙腳了 他雙腳做了什麼呢 雙腳在水底裡 在游水 對 這個時候 諾斌王 他看到 這個天狼的雙腳 是紅色的 他就想起 第四句 就是 紅掌 撥青波 一雙紅色的 額天狼的腳掌 當他很用力撥的時候 反起了一些很清澈的波浪 在水面 他看到這個情境 就寫了第四句 紅掌撥青波 好了 功夫動作方面 我們先做回 剛才 白毛浮綠水 那個過渡 這個 四平馬出拳 這個動作 這個就是 白毛浮綠水 這個動作 最後 紅掌撥青波 這個波呢 我們好像自由式那樣 向前 游水 紅掌 撥青 撥青 停在這裏 接著 最後波 我們下一個叫做 撲馬 撲馬 沉在後面 對 前一手 拍到地下 後一手 我們擺成一個 好像 天鵝頭那樣的 動姿勢 眼睛呢 繼續看著前面 才精神的 不要忘記一下 紅掌 撥青 波 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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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 噩 噩 曲抗向天閣 髮毛浮綠水 紅掌撥青波 各位小朋友,我們剛才學了詠和這首詩 我們記得有四句的詩 四句句子 四個動作,我們很快學了一首詩詞功夫 但是為什麼余師傅要選擇榮和教大家呢 就是因為我們開始 原來諾彬王那時很小 他應該會寫得這首這麼好的詩 流傳了這麼久 我們要學習一下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厲害的 為什麼他會這麼厲害寫得這件事呢 我們觀察一下他寫這首詩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細心的觀察力 很細心的觀察力 他一步一步去逐步逐步去看看 這個天鵝到底是怎樣的樣子 外貌是怎樣的 有什麼特色 一開始他由頭開始看起 他的特色就是頸很長,彎曲曲的 不過身體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一大塊白紋的 好,到腳,紅色的腳掌 把他的特色都說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方法呢 他有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由頭慢慢我們觀察到他的腳 但其實各位小朋友 我們除了用一個由上觀察到向下這個方法之外 我們其實還可以用反轉都可以 從下面觀察到上來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們都可以很完整地觀察到很細心地 形容到這個事物 除了上下 上之下 下之上 其實還有左至右 前同後 甚至乎外到內這些形容 或者觀察的方法 都是一個很全面的觀察方法 這件事就是余師傅想 希望藉主小師教各位小朋友 如何用一個很有次序細心的觀察方法